让大家睽違已久的变身特务终于要上映了 这部电影以威尔·史密斯与汤姆·霍兰德 两位知名的男明星来配音而受到瞩目 蓝丝是一位知名的特务 备受大家的爱戴 直到有一天 局里来了一位怪怪的科学家华特 宣称自己有一个全新的逆中科技想让他了解 而蓝丝不小心喝下之后变成了一只小蓝鸟 究竟变身特务会带来多少有趣的桥段呢 这两位当红男明星又会做出什么样出乎意料的行为呢 电影改编至经典小说小铺人 在过去绝大多数的女性无法活出自我 她们从小被父母教育说 只要嫁给好人家就好了 但是乔却不肯让自己屈服于这种观念之下 她努力了活出自己真实的样貌与想要的未来 无论是男是女 我们都应该要好好的活出自我 而不是被别人操控自己的未来 春节最激励人心的电影首选就是他们了 专辑研究人员被受困在即将被淹没的设施里面 而他们发现原来海底的牲畜并不是只有他们而已 还有一群被唤醒的怪物们 这是克里斯汀斯都华所思的挑战金色短髮的造型 在身无可测的海底里 该如何活下去都是一个问题了 更何况还有未知的怪物潜伏在黑暗之中 究竟神海终结战会带我们进入什么样的恐惧呢 而主角们最终能否活着离开海底呢 1988年艾迪莫菲成为第一位的杜利德 以幽默有趣的风格为电影打下好票房 而这次的主角改为钢铁人小罗伯道尼时 当钢铁人变成一个能够和动物说话的男人时 会是多么冲击性的画面呢 而各种动物都能够说出我们熟悉的话时 又能带来什么样有趣的情况呢 电影起来豪华的卡斯阵龙 马修麦康纳 克林法洛 修格兰等等 他们为了大麻帝国开启的一场混战 究竟一连串的阴谋与谎言为的是什么呢 而主角们又该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呢 多年前 超级星光大道 超级偶像 大家都在追寻自己的歌唱梦 而为了获得关注 每个人无补使出浑身结束 但当唱歌变成了跳板时 你的心态是否会改变呢 我们的女主于静在行志远与李东硕之间徘徊 究竟自己所想要的是什么呢 而这两个人又会将自己带往何处呢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哦 我是嘉一 我们下次见